大家好,我是老K 今天我们继续来K游戏 我是一个非常喜爱上师题材游戏的人 加上当初买PS4时 就有很多人推荐我必玩最后生还者 而当中,上师题材的几个经典要素 末日感、人性、资源掠夺、猜忌等等 它不只很忠实地展现出来 更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只能说,就算不局限在上师题材 它依然是一个能够放进各位玩过的游戏中 排名前十名,我觉得是没什么问题的 当然,我相信它不一定是第一 至少我也不是 但如果只是单纯跟上师游戏做比较的话 我愿称它为最强 1.时间段选择 还是先提醒一下 这篇100%一定是剧透宽光 但我会尽量保留几个重要的点不明显讲破 万一有人还想趁最后生还者2上市以前 亲自体验过一轮的话 还是可以享受到剧情带领你的震撼 好,我们回到主题 这次最后生还者走的算是一个上师爆发后的中前期 所以不会有像《恶灵古堡》或是《殷尸路内》系列作品后期爆打上师的感觉 不是说爆打上师或是像往日不再那样上师无双就不好玩 只是我更喜欢的是上师爆发初期到中期的这个阶段 讲述了人们一开始的恐慌、不安、逃窜 到人民开始重新组织社会并互相掠夺资源 这阶段真的是上师题材中最提无惠的一段时间 最后生还者虽然不是开放式地图 但我始终都不觉得开放世界就一定比较好玩、比较厉害 现实院士的剧情发展、故事说得够好的话 更能够有效地凸显故事的张力 2. 人性 我觉得用角色刻画来形容这部作品有点不太够形容 因为最后生还者将人性面写得实在太真实 不单单只是自私两个字就可以说明 或许也不应该用自私两个字来比喻游戏中人们的行为 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 我们很难用现在生活上的道德标准 来去衡量所谓的好与坏、对与错 应该是说游戏中并没有给我们完全的坏人 主角们也不完全是好人 在这样末世上 信任都是种奢侈 做任何决定的当下都只是出自于本能跟当下的想法 已经没有所谓的真正的对与错 展现出来的就只是一个很真实的一面 你要知道的是 这部游戏主要角色就两个 Joe跟Eddie 游戏中大多数也都围绕在他们两身上 不像其他游戏有很多角色 每个角色之间的情感跟戏份 就可以摊平在整个游戏中 但最后生还者要将整部作品都在他们两身上做打转 而且还不会让观众觉得无聊 是真的很不容易 老实说 这边的文案我前前后后真的改了很多次 很难用文字形容 每当我看到他们内心上又出现了什么变化的那种感慨 他们的内心变化不是说是那种完全正向的正成长 只会感慨环境真的影响改变一个人太多 当然也不是说他们完全动画成坏人不是 但至少以我的角度来看 Joe所做的很多事情我能够理解 但我实在很难完全认同 如果说游戏愿意让我做出选择 我可能会跟他走完全不同的方向也不一定 但这就是最后生还者要给我们的感受跟体验 这也是少数我玩游戏会玩到我自己不想再操作主角这么干下去 很残酷 但却又这么的真实 也就是因为他的真实 让他成为了一个特别的存在 一款让我每次玩完的时候都会觉得很压抑 心情很沉重 我并不是讨厌这种感觉 但他的确跟人中之龙或恶魔恋人那样 玩起来很爽快的游戏有很大的不同 三 游戏画面 一款六七年前的游戏 就算放到现在 我也不觉得最后生还者的画面会输多少 画面不是高清稳定就一定好 它给的是一种视觉上的感受 就如刚刚所说的 如果只是单纯用文字故事来描写人物内心变化 当然可以 但搭配上画面就能够给我们加上最直接的感受 有时他不必说话 但给我们一个表情就能够传达出很多讯息跟情感 最后生还者的游戏时间跨度很大 将整个漠视场景展现得很美 春 夏 秋 冬 不同面貌 有人去楼空的大城市高楼大厦 有医院 有学校 有深山溪谷 虽然说故事内容的确大多数时间都较为压抑 但玩皮口公司会适时的用美丽的画面来缓解压力 让游玩的过程其实是很流畅舒服的 并不会有单纯的恐怖游戏一样 从头压抑到尾 4 游戏性 其实一款游戏如果剧情够好 我是可以接受游戏系统或战斗系统普普通通 不要太奇怪就好 但最后生还者他不止剧情好 画面带路感强 人性刻画写实 游戏性也非常好玩 在资源的分配上 很多素材是共用的 我要先把它做成补品 还是先做成攻击武器 都需要思考 游戏给的资源我觉得是刚刚好 不会给的太多 让你觉得东西随便做 但也没有少到会需要一直省 确实将末日下的情况体现出来 很多打斗的桥段也都是有精心设计过的 不像有些游戏 虽然换了场景 但依旧是几个障碍物 地形的视线差 敌方的数量多寡 强度去组合而成的桥段 最后生还者真的在这部分也很用心 当然 不可能每次都有什么芯片化 这样也很假 但至少在某些桥段有特别设计过 就会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五 氛围 氛围是经由音乐 画面 故事 三者组合而成的感受 最后生还者在这部分也是一点都不马虎 从最基本上师游戏中 经典下水道场景的昏暗压抑 到A里第一次见到场景录时的短暂休息时光 丸皮狗都很认真的想要营造出 最真实的氛围跟感受给我们 氛围 不只是当下的音乐配上画面的感受而已 当然这确实也是一种氛围的体现 但加上故事把时间线拉长 更能够在一些桥段上给到我们很大的内心冲击 其中实在有太多经典的桥段 好比东之章的前半段 A里与猎人从一开始的提防警惕 到一同击退上师后的放下相信 再到最后谈话中的背叛 好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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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特别酷的 几天前我 我送了一群人到 到城市去找食物 只有一群人回来 他们说那其他人 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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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狠狠 你认识吗 被狠狠 就是一整個整體的 有時間段的鋪陳 才導致現在的震撼 我當時也是真的被整個氛圍 引導到願意去相信他 然後再聽到剛剛上一段 我整個就好像自己是Elly 一直在想說 怎麼會這樣 現在怎麼辦 不得不說 WAMICLE真的很猛 而且遊戲中經典的橋段 不只只有這個 還有太多太多 都給我造成很大的感受上的衝擊 遊戲名稱雖然翻譯成 最後生還者或美國末日 但也可以看成最後的我們 這款遊戲確實扎扎實實的 都在展現兩位主角 Joe跟Elly 在經過眾多困難 與經歷後他們關係上的變化 整個遊戲走完 世界似乎沒變 但我們卻變了 兩個截然不同的人 一個曾經活過正常生活 但卻一直無法走出女兒死去陰影的能人 跟一個出生就是在末世下 對生離死別早就熟悉 但卻害怕一直被不斷拋棄的小女孩 從一開始 Joe只是把Elly當成物品 到後來可以為了Elly 與世界為敵 最後生還者就是講述了一個這樣的故事 看似平凡無奇的架構 但卻說得很不簡單 就跟蛋炒飯一樣 因為是簡單的一道料理 要把它炒得好吃 且讓人留下印象 更是需要強大的功夫 好了 說了這麼多 也是希望如果有人真的還沒有玩過 或是在猶豫要不要買即將發售的最後生還者2 我真的可以很肯定的說 拜託你趕快去玩 二代還沒發售的我不敢講 雖然我大概了解了一些內容 我相信應該是不會失望 但一代是真的貨真價實的好玩 我玩的遊戲雖然不是很多 但應該也不少 而且往往大作我幾乎是不會跳過 我是沒認真排過名 不過閉著膝蓋去想 最後生還者一定能夠幾件我玩過前十好玩的 甚至可能前五 所以我這邊是真心的推薦啊 老實說這篇的文案是真的很難寫 尤其是感覺的東西真的很難用文字去表達 但我相信我應該有明顯的傳達出我對這部作品的喜愛 那這是今天我們對最後生還者的分享 往後也會繼續來推薦遊戲給大家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可以幫我按讚加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就是對我最大的鼓勵 有任何想法或是想看什麼遊戲分享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是老K 我們下支影片見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